早上8點40分 北院法警帶著三名涉貪立委 延壓的公文送到立法院 原本凌晨4點40分就要送公文來 但是當時立法院沒人可收 因此才讓延壓公文跑了第二趟 台北地方法院 韓勤北院许可拘押委員 苏正清 廖國棟 陳超民已案 各黨團同意列入 臨時報告事項予以许可拘押 公文一到 院長尤錫坤立刻召開朝野協商 各黨團都同意繼續延壓 不過這三名現任立委 為了想交保可是想盡各種理由 說服法官 民進黨立委苏正清就說 他沒有逃往海外的能力 因為外語能力很差 考大學時英文拿零分 根本沒辦法在海外生活 而國民黨立委廖國棟也否認犯刑 強調自己是原住民立委 並不實際參與漢族事務 要回立法院繼續為原民發聲 而陳超民不僅當庭喊怨 甚至還說我已經被關傻了 不過這些理由通通被法官駁回 那目前各黨團的協商結論也簽字了 會同意讓地方法院 然後積壓這幾位委員 他們都已經停權了 所以目前就是處分到這個程度 一審如果判決有罪 或是二審判決有罪 可能有進一步的懲處 朝野各黨統一口徑 統一涉案立委延壓 也創下國會全面改選後 首次立法院同意讓現任立委 被積壓的先例 歡迎新聞 郭文廷 楊芷玉 台北報導